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留下来吗 如果是现在的状态我肯定会留下来 因为我的经济实力不允许我不留下来 那你以前没带孩子的钱你不会留 可能吗 可能 那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拒绝呢 比如说他非常动情地挽留你 我说那领导你能够是这样啊 不是说我一定要走 因为因为曹总那边给我开了无则底薪 但是可以 您看 滚 你那边能加吗 这个写的情商比较低了 我觉得反而挺好的呀 我想问一下 你这里边写的忠诚大于能力 你在这里怎么体现呢 因为企业家们还没问到我 就是说 春华为什么六年干了两个品牌 我从奥迪走 主要就是因为我的直属领导 有人就是怎么说呢 去挖他吧 然后他走了 我觉得团队在哪 我觉得应该在哪 我觉得跟着团队走 再换句话说吧 他好我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 也就是你 因为这就是 真正的 对 真正的销售啊 就是情商高低 固然是一个重要的 只要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培训做好 有韧性 忠诚度 其实是一个销售的重要考课标准 我觉得这不是讲义气啊 你想啊 他的上司走了 他跟着他上司一起走 好像是这一个团队跟着一起走 是好事 其实我更认为 你不愿意融入一个新的团队 从原则上来说 所谓的忠诚 一定是对企业的责任感 没错 不是对团伙的责任感 对啊 肯定不是 每个人 每个人你要走 你劝着别人一起走 这本身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你将来你自己开公司的话 你的下属也缩时的 你的下属走 那不乱套了 头老二解释的太完整了 是吧 春华是这样啊 就是说在回答这个题本身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千万不要提离职的时候 去跟老板用谈心的方式 刚才您说您太太的话 是做引力支援的 所以她对你的职业生涯的话 给过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职业的话 因为我性格就像我刚才自我介绍是一样的 我比较外向 然后呢也比较直接 有些客户呢可能说会喜欢我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我真的是比较真诚 就一根肠子呗 对对对对 有点 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你不卖奢侈品 像卖这种快速消费品 像卖君乐宝 做这种销售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那你觉得卖这种产品 跟你卖那种产品 你要做什么调整呢 第一是消费人群 第二的话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还是专业度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春华不是冷群的问题 是渠道的问题 你那个车是直接2C的 是针对一个一个客户 对对对 但是你卖俊乐宝 卖牛奶的时候 不是你一包一包的去卖 你是针对的是渠道了 不管是线上也好 还是线下也好 其实这个完全奢侈品 和我们这种大众那种 民生产品的销售模式 和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 你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在家休息 包括现在又重新 回到职场来找工作 你之前的六年的经历 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然后你现在要从 2000的一个底薪开始做 你真的有准备好吗 因为的话 我觉得啊 底薪如果要高 然后绩效高方面 可能就会少一些 这个底薪如果要低的话 绩效肯定也会高 我是这么想的吧 他还是相信 自己的销售实力的 他对自己的专业是自信的 是吧 怎么说呢 我不想白拿 这个公司的这个底薪 你为什么不回汽车行 对啊 我也想问 因为如果要是 比如说以后 如果说是上幼儿园 或者三年以后上小学 我基本上 我的周六周日 还有这些法令集加日 全都是在工作上的 我们这个销售港 包括我们的这个 经历港 除了总监以上 基本上没有六日 但是你看 去别的行业有个大问题 你达不到之前的钱了 你现在能挣到两万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一个问题 再垂直细分一下 你觉得你面对 哪个年龄层次 男性还是女性 哪个消费者群体 你最有信心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像在座的吃物费 企业家的这一类客户 刚才说的这两点呢 就是又把自己刚才 从原来的定位里边 甩出去了 那恰恰做快速消费品的人群呢 就是大众雷的 往往就是目前 在座的企业家 这种自己去买产品的这种 很少 这种几率很少 对 第二来说 就是我们的这种 工作上的这种 时间的节庆等等 也跟你之前的工作 也是比较类似的 一年多了 你没有做销售 但你很好的培养了 在公园里 跟大爷大爸们 交流的本领嘛 对不对 你就正好就卖这种产品嘛 对对对 是挺好的 好 行了 可以了 来 第二轮环节 去货流 还有四盏灯